来关注国际各大报新闻焦点 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的汽车制度抵特律 最近出现了越来越多黑眼珠黄皮肤的中国人 但他们并不是观光客 而是中国汽车业的先头部队 他们到抵特律去进行投资 学习技术还有招募人才 从零组建开始做起 他们希望中国品牌有朝一日 也可以像丰田还有本田一样 奔驰在美国的汽车市场 而另外和美国市场也息息相关的是 美国的联准会 跨街日报就报道了 联准会主席伯南克 他的任期到明年1月就要结束了 一般预料他应该是不会继续留任 而目前台面上最被看好的接班人 就是副主席叶伦女士 但是有许多人批评 这个叶伦他是过度重视失业问题 而他大力推动的量化宽松这个政策 也有可能会让美国陷入通货膨胀 这样的危机 说到危机 华州电邮报就报道了 美国国税局最近卷入了政治风暴 原因是因为调查局的调查报告显示 国税局依照头顶上司的要求 过去两年来针对了经常批评 欧巴马政府的保守派组织机构 进行查税 这等于是滥用公权力来打击一几 那国税局呢 他们也已经为此道歉了 但是共和党要求总统欧巴马 要出面说清楚 讲明白 另外在亚洲 土耳其南部的边境城市雷伊汉里 11号发生了两起汽车炸弹攻击事件 土耳其只把当局已经逮捕了9名嫌犯 并且指控叙利亚的情报单位 是幕后的黑手 不过土耳其总理他们还是强调 他们会谨慎地应对这种挑衅的行为 不会轻易射入叙利亚的内战 再来看到英国足球界的传奇人物 曼彻斯特连队的总教头佛格森爵士 他12号在球队的主场 直到他在这一座老球场的最后一役 有7万6千名球迷呢 涌入了球场 向老教头致上最高敬意 而佛格森他也不顾众望 率领曼联攻城掠地 以2比1击败了西望斯队 西望西队 他在赛后呢 捧起了本赛季的英超冠军奖杯 为自己的足球生涯 画下了完美的据点 如果记得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卖 你就会费中心 IT